小红帽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她经常戴着一顶红帽子 有一天慢慢玩小红帽 是给生病的外婆送蛋糕 肚散 小红帽遇到的可怕的大灰狼 大灰狼问小红帽 你这么早要去哪里押我的宝贝 外婆被押 我要去看外婆 小红帽问大灰狼问 为什么不押一些花送给外婆呢 小红帽遇到外婆 一口把外婆撕下 躺在山上的衣服躺在山上 小蛙蟆回到外婆 奇怪地问 外婆 你的耳朵怎么这样大呀 耳朵大 可以听你说话呀 我的宝贝 眼睛怎么这样大呀 眼睛怎么这样大呀 眼睛大 可以为人能够新属地看到你呀 口怎么这样大呀 口大 可以为人能够新属地 一口把你撕掉呀 大会来一口把小蛙蟆回进嘴 盘盘上上 说得多么点 小蛙蟆回来